諸子 不可以越過大臣和臺建,使其出乎朝臣之公論。 蓋君雖以致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己色,使之俗意,以求公義之所在,然後洋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 造詞 情快也有思心 用閑使能 避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 使之勃選,世代夫之,聰明達理,質量感言,忠性廉潔,足以有為優守者,隨其器能置之列位。 輔相,輔相,敦厚誠實,剛明公正。 要講能幹,那很少人比勤快能幹,可是不賢不行,所以特別講敦厚誠實。 是季剛的概念。 那,竹子,心目當中,天下國家的整體規模、組織跟秩序是甚麼? 這一切是源於自然人情的五常跟五倫的理念,以及宗族社會化的天下一體觀。 所以,他所原初所對應的政治社會,基本上是一個類封建的政治社會。 為甚麼類封建呢? 意思就是說,他的最根本的單位是一種宗族社會、家族社會。 他從這樣子的概念文法,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近代的,尤其啟蒙運動之後,基本上是原子化的個人為單位的社會。 古人不是這樣子的,古人是以家為單位。 那,宋傳,尤其強調聚中收族。 所以,在個社會當中,一切政治社會的運作的原理是中法化的倫理原則。 法律是整為這個倫理原則的補充。 整個社會秩序不是靠法律,而且坦白講,以中國之大,靠法律也行不通。 官僚體制雖然承襲了秦漢已將,如法混合的體制。 政府的權力大得緊急於現一級。地方多由宗族與世生依前屬倫理自治。 軍王權位雖至高,實際運作卻屬於標準,而是大社會小政府。 中國的社會政府是相當小的,就整個巨大的國家規模。 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中國所侍者,德,遺敵所侍者,利。 以德言之,則鄭三綱明武常,鄭朝廷立風俗。 借我之所可免,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之遺敵之道,而今日所當義也。 代表 су之자가说是譴貸佛,從這裡 kings天、南宋遊時,年uff如起男爺。 南宋在京廷說是傭移習男人的威脅 , 豈此以躍之外然從此都擸民之地。 晉 poziques何後史太帝的文革。 但是那麼 dates . escrito說是支持 Gustavi 是一個地理的概念 《華夏》 華者花也,夏者大也 文明特別美聖 中國是居天下之忠,受天命,所以能統領四方 宋朝人特別強調,中國所逝者是德,不是勢力 伊迪天身比較強 浴霧魚列民主 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戰鬥方式是合一的 濃人打不過的 尺 dialog 內封建分區管理 聖人不與天下為己事,分與清賢共理,但其智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德。 其智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德,不能太大,而其智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德。 方舟、始軍、邦木、百里侯、父母官等的自我期許。 他當百里侯,即千里方面之刃,封江大吏。 朱子認為,一切種種,關鍵在於師民之欺修。 師民之欺修,細乎守令之賢癖。 兼師者,守令之鋼也。曹廷者,兼師之本也。 Wells Han 那時在於守令之家,守令的好或者不要 Breath,avaar His 守令得好,或ある守令之賢cre官。曹廷之案。vre Arnold 焉貌子官的形象 Contвод, art of Dem 曹廷,屬宰監絕官的导在桐导,雕貪,ר At. 郭 即使如此,天下無不可,為之舉,事在人為,制度尚在其次,縱起人要對。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是精彩,若不公,便是宰相,坐在這些紙雙眉下燒。 投票、網紅、民意支持度 藍、綠、黃、白都各自有他自己的群眾。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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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公。 智晟三代以來,以宗族化的戸封建為主,這樣的壹種宜虛的改變。 朝廷只當責監司太守,其於植木縣官容他各批所知,方可責成。 朝廷只應當責監司太守,至於植木縣官,天下須事放開作,使徽徽有餘地可以。 周縣官,宋代周,和指責其成。 古者亡積千里而以,然官屬以各令其長推者,經天下之大,百官之重,皆總於立部。 本格的體制是一種集體的福祉,上下尊卑和合宗構計。 導之以德,是自身上作出去,使之之之所相目,其之以理,使之之之其,冠昏商記之疑,尊卑代表之別,教人之所驅。 既知德善之理,則由此且革,導之以行政,則不能化其心意。 導之以政,其之以行,明免而無恥。導之以德,其之以理,由此且革。 囝 necesci之之以忠卑 導之以德,其之以理。 上下尊卑 復為子鋼 復為子鋼 禮之用,何為貴? 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有義樂攪伏。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帶安排便和,才是勉強,便不是和。 而見君父,自然嚴敬,皆是人情願。 都必須很有威嚴 否則,管不了 家裡吵吵鬧鬧 大氣小、強靈弱 什麼毛病都來了 他必須要管,所以古人的家庭,同時是帶有一種管理的意思。 而且在三代的時候,事實上家政跟國政是一起的。 孝乎為孝,有於兄弟,事於有政,事於為政,息起為為政。 家政課 諸子 天理自然 公理理性不一樣 古人很喜歡講理,尤其宋禹下喜歡講天理。 古人所講的理,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一種理。 竹木當中的那個文理 相保相養,互相保護,互相養育的一個體制。 沒有我們現在的老保健保,還有養老醫院,什麼都沒有。 你一切靠你自己家族自己。 他本身就是一個小社會。 所以那個中間,這個就是天理。 天然地形成的一個理路。 我們現在的政治社會的秩序,是一種人工設計的公理理性。 譬如說,我們所有的保險體制,我們的育兒養老,還有我們的社會安全,乃至於我們的都市設計。 這些就是藝術女界。 這些就是藝術女界。 他們也是一種人工理性設計的,在在家庭、歷史傳統當中自然形成的。 那我們這一種設計款。 人工設計款 人工設計款 相應於天地人相通的道理 人工設計款 中國大陸 西風現代啟蒙的影響 但是,依我來看 他整個體系 還是偏於左邊 事實上,我對於整個中國 近世以來的思想 其實諸子這一套 的思想 首先還是嚴復的思想的基礎 嚴復從小讀這個來的 胡適之 從小的諸子書能背的 他整個經學都從這裡來 所以,胡適跟嚴復他們的思想 的底子還是從這邊過來的 乃至於 中國經驗在思想後面 諸子學的影響 還是很深的 所以,並不是一個 只是過去式的東西 中國體系 到今天來講 還是在拒絕啟蒙體系 拒絕啟蒙式的自由 跟個體主義 那是啟蒙的核心 也拒絕啟蒙式的 理性的普遍 普遍價值 他拒絕 但我並不是說今天是諸子 今天當然不是 他是馬列 只是說在深層來講 他有他的繼承性 那與宋代的家規聖心有關係嗎? 對 宋代的家規聖心 相約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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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家規聖心 相約聖心 相約聖心 所以他不太有個體 以前 以前當然不重視個體 也沒有什麼隱私 因為生存的基本單位不一樣 他是以家為存在的基本單位 不是以個體為存在的基本單位 不是以個體為存在的基本單位 而是以家為存在的基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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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地講 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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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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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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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モ 胡適知 遵遵諸子 宋敬禮 是有個體 即使去世公民社會 在臺灣是剛開始 有很多問題 思想會變,所以思想就跟著社會的狀況而變? 中國的家族是一種家族,所以家族社會一直存在。 五代以來的戰亂,所以很凌落,然後字句很混亂,所以他們覺得整個社會基礎都敗壞了,要重新來恢復三代,事實上就想恢復中法制。 中法做不到,至少也是類中法的,上下尊卑,然後五倫五常有序的體制。 中國的起源,就是三代所構成的封建社會,跟封建政治。 後來不再是封建政治,而變成俊建政治。 可是社會上的封建性還是很強。 因為這是他的源頭,他從那裡來的。 他從一開始就這麼來的。 到了中堂以後,安始之亂,戰亂,大家族都衰落了。 所以,所以,所以一開始就有所謂。 我們要特別重視倫理剛才。 整個宋明理學都在提倡這個倫理,而且特別就是看重家族倫理,家庭倫理。 認為這是一切秩序的根基。 朝廷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既然是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之處,為何會有地方官等級回避? 你怎麼辦? 你擋不住 你很難以拒絕 所以絕對不能回本級任官 我們現在這個問題就小了 現在這個,還有,但是小得多 因為我們家族的親戚的負擔比以前少個十倍,甚至幾十倍不止啊 這樣明白吧? 很好 我們這一點先把他徹底弄明白 此事一元,循環演化,生命化即天理化 是萬物一體的 一氣化身萬物的 鬼神 也是從一氣中間自然成的 古人認為鬼神不是超越的 鬼神是氣化的神廟 而且這個氣 是超越心物的 他同時含有心跟物的特質 跟我們李士誠前校長講 那個氣 是差不多那個 那條路子來的 聖俗是不二的 聖俗是不二的 人死了可以為鬼,可以為神的 人死了可以為神的 人死了可以為神的 心物合一 一切是一體 一切是一體 奏業是演化的 事實是演化的 家族的成悔是演化的 朝代的興衰也是演化的 一切都是這個樣子 循環演化觀 萬物同體 乃至於重大時候天人會感應的 天人合一的 天地會感應的 萬物之理 是一個道理 叫禮一分書 一個禮分成 所以古人 求這個道明這個禮一 就能夠應這個分書之萬物 因此古代的學問 做事 是比較悠游的 我們現在的世界裡頭的那個理 我們是理性的理 是一種邏輯 符號的 甚至於是數學的理 然後把每一樣事情 都要把它清楚地描繪 很細密 一直現代的人生 是非常的複雜 乃至於很繁瑣 那這個東西 就是 雙方背後的理 的概念不一樣 古人的天理的概念 跟我們現在的理性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也很難 進一步跟諸位講 我只點到為止 他的理度都是天的理路 既然是天然的理路 所以我只要懂得什麼是天然自然 我就無辱而不自得 諸位現在絕對沒有無辱而不自得 這個事情 你做這一行 你普通那一行 做這個專業 但比較能夠共同一點 諸位現在就思辨 理性是比較共同的 但是基本上是分數 但是基本上是分數的 那他的認識方式 是基本上是為了 要 這個 學習一個做人處事之道 然後 做人處事裡頭 他認為最高的做人處事 是聖人 聖人能夠貫通一切的事理 所以要充分體現了天理才做人的這個極致 那這個根本的動機 就決定了他求知為學的方式 這跟亞里斯多德 是完全不一樣的 亞里斯多德的求知的動機 是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他想要了解事情 他對於 亞里斯多德研究生物學 研究一切種種的事物 他是想要客觀地去說 他到底是什麼 諸子不是這樣 諸子是學為人處事 因此他這種求知的方式 就認為 做人的道理 源自於自心 跟人性 所以以心性之學為本 去感知事物對人而言的限制 從認知人如何對應處理事物之道 所以是一種心物交融之之 諸子是 一切是從我的心去感覺到這個事情 然後覺得這裏面是好和不好 從裏面認識他是非善惡 諸子 諸子 交朋友,談感情時,你們會用我的心去感知對方對我的好和不好。 此時,你會用我的心去感知事物。 古今聖賢之心,同出於一緣,因時之因地不同,但所達的最高的道理,可以一致。 本性與聖人無殊,所以人間可以為遙順,均可以復為聖人。 聖人是大公無私的,他也是最回到人性的源頭的。 所以他才能夠展現,體現這一個最普遍的天理。 宋敏下的世界秩序,確實建立在這個上頭。 世界上最大的社會,近七八百年來的世界秩序,建立在這個上頭。 有所謂的公民社會的遊戲規則之外,並沒有共同的價值可言。 每一個人的價值是各自的,這是屬於四領域的,沒有所謂的一個共同的價值。 認為人性有一些根本的共同的需求跟訴求。 他讀《經》 聖賢 宇宙、人生、倫理 認識、政治、文化、教育觀 宇宙、人生、倫理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宇宙、人生 宇宙、宙、忠諸 民主主義的要素 宇宙、忠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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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無子 朱子也結晶在他身上 孫中山 孫中山 蔣介石 楊明學 毛澤東 事實上也好楊明學 楊明學 林國十七年 就殉政了 中國比較能夠自由民主 中國近代最自由民主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軍閥割據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管 從元氏才垮後 到北伐完成 北伐完成 那個短短的 十一二年而已 然後就不設 中國有實際的政教問題 我們離開這個實際政教問題 談思想都是空談 我們不是在那邊哲學性地跟諸位 辯論哪一個價值好或不好 是在跟我講說 他實際的歷史是什麼一個狀態 這是中國近千年來的最重要的體系 中國是歷史上的最重要的體系 中國是歷史上的最重要的體系 西方人,信上帝 祖先崇拜 朱和恩大夫 朱和恩大夫 祭自己的祖先 祭他們的門神、造神 祖先崇拜 天子祭天地 祭整個中國最大的山川 天子每一年 人和恩大夫 財義也財亦 功於後代的財人 財務 傾向於 萬物有靈論 萬物有靈論 唐宋 歐美學界稱之為 Common Religion,而不是Folk Religion 是一個共同宗教,不僅是民間宗教 一般人在家裡是以父母為天地,出了外面之後是以天地為父母 前稱父,昆稱母 是以天地為父母,以天下為一家 類家庭的概念 整個世界觀就是一種家族主義的擴大 能說自己的家庭 臣代後,對他很空間的名氣 農業社會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民間信仰 是南海地區的特別需要 中國信仰 在這個系統裡頭 早先基督教介紹到台灣來的時候 很多地方上人 一開始或者不接受 那後來說 聽說他也是個好神 地方上人傾向於 把他當一神一起拜 因為我十多歲的時候 隨著基督教的教團出去傳教過 就親身碰到這個事情 你拿一尊來我一起拜 你拿一尊來我一起拜 那對於華人來講 家 事實上比信仰重要 家為第一 信仰其次 但信仰可以輔助家 那這個是傳統的系統 那現在這些系統 慢慢都在崩壞當中 我們企圖拿一個公民社會 一切從個體出發的系統 我們取代之 但是 也還在剛剛建設 因為其實還很平駁 因為 譬如說 其實我所知道 我的學生 包括肯頓 對於家庭的依賴 還是很巨大的 你們不是那麼獨立的 你們絕不像西方人那麼獨立 通常大家都打得主意 一旦結婚之後 小孩子 讓爺爺奶奶 外公 這個就絕不獨立 沒有這回事 國外沒有這回事 沒打算真正獨立 然後財產的繼承也是一樣 大家都準備繼承 家也是財產 也不獨立 這個 家庭的影響 非常巨大 簡單說 是這樣 那這個裡頭 跟朱子這個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因為朱子的世界觀 《鬼神觀》 《諸子的鬼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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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